赛800的身高脚踏 实际上CBR650的也能用 但是不管你是挂挡还是刹车 还是身高一个七星三角 它总是不那么完美 应了网友的要求 我们就重新开发了一款专车专用 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走刀的工艺 主打的一个简约 简洁 看起来很有质感的一款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再问我有没有红色 我做产品不是的去应付消费者 我觉得红色装上去真的很娄 花里胡哨的 就只有金属银和这个亮黑 两种颜色 百搭 也耐看 不需要搞得那么花里胡哨的 还有一个细节 也就是我们在挂挡杆的这里的一个设计 这个是刹车杆 它有孔位可以进行调节 那么你的脚长短可以进行调节 还有就是外面它不是的这个金属的 特别个手 因为这个设计是为了让你的鞋底能够在上面抓住 我们就用了一个橡胶的一个材质 它是偏软的一个材质 那么你在踩刹车或者是挂挡的时候它回馈给你的感受是很舒适的 不是特别横角的那一种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身高的一个高度 经过我反复的测试之后 现在我们最高能来到五公分的一个高度 实际上我们还把后面给提高了的 总体加起来比原厂的脚踏身高 至少是八到十公分的一个身高 看你怎么去调节 孔位前面调节最高可以调到五公分 后面的我们比原厂的身高了三公分 就相当于你调到第一格的时候 应该就是会升高到四到五公分 第二格的话就应该是到五到六公分 第三格应该就是七到八公分的一个身高 还有一个设计的细节就在于那边 就是我们真正的卖点 在挂档杆的那一边 那边的话就不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这也是一个卖点的商业机密 为什么这样说 原厂的挂档杆 挂档的感受在空档 或者挂档位它不那么清晰 特别是找空档的时候不那么好找 经过我们反复的设计和测试之后 挂空档的是非常清晰很好找 还有就是挂档的给你的脚上的回馈是非常清晰的 这是非常好用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调节挂档杆 来进行调节我们挂档脚上的力度值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明白力度值 就是说我可以把它调节到挂档很轻松 我也可以把它调节到挂档需要很大的力 就是脚上挂档的一个力度值 根据个人挂档的习惯进行调节 还有一个附带的产品 身高脚套是专车专用 我们就做了一个改装的一个寸套 加在中间这个是两公分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和三星年版的高度 去对比你们原厂的就知道它降低了多少 两公分的话是比较适中的 要更战斗一些三公分的 但是起起来可能稍微有点偏累 看个人喜爱去进行装配它的一个尺寸 身高脚套是反复设计打样测试 最终找到了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产品 希望把一些比较好用 感受特别好的东西能分享给大家 身高脚它的核心 我们也是用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进口的轴承 这是一个异形的轴承 一对脚套的话是需要用到四个 二十个大洋一个 四个的话就是八十个大洋 因为没有橡胶的密封圈 这个是金属的 可能用个一年左右很有可能会生锈 如果有橡胶的 那么用个两三年应该是没有问题 它的好处坏处我都可以告诉你们 这个轴承没有太多的意义的存在 唯一的就是纵向丝滑 还有一个改装件就是我们的这个三星联版 设计和打样是不普遍 通常就是稍微好看一点的 其实其他款式的也有 就不一一的展示 也可以进行私人定制化 你需要什么款式我们都可以给你定制 这个钥匙孔的话是没有装上去的 钥匙孔装上去之后 它是会和这个位置是持平的 包括上面可以给你们做logo啊 什么的都可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还有更多的改装件 关注我后续慢慢的上 不要着急 好东西都在后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